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平死那一秒的故事 無父母王的女主角 是一個專門幫賤人打官司的大律師 例如這天 她又來幫有錢的智障女排解糾紛 糾紛的狀況就是 智障女生的智障兒子 智障男很智障的 想性侵小老百姓的媽媽女 的女兒還好沒成功 所以媽媽女氣的 想告智障男幫女兒出氣 可惜沒知識的人是沒力量的 因此女主角仗著自己對法律的熟悉 和智障女的金錢後盾 便開始威脅媽媽女不要提告 因為你沒錢也沒時間打官司啊 搞不好最後你還打輸會很糗欸 而且你也沒有足夠的證據 能證明智障男想性侵你女兒啊 就算你有證據 我們也有足夠的錢 讓你的證據變成不是證據哦 總之媽媽女跟她女兒聽了 就不敢提告的和解了 於是女主角又解決一場法律案件的 開車去機場準備出國時就在路上 遇到一台翻車橫擋在車道上的貨車 害她過不去 那路被擋住過不去怎麼辦 不怕 我們可以從逆向車道繞過去啊 所以女主角就打算繞過去的 被逆向來車撞死了 人有時候就是會耍蠢 等女主角再醒來時 她發現自己坐在一個奇怪的服務區啊 一個服務員女 將女主角引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出現一個男子開始解釋狀況說 小姐你好 我是我是男 我是死人管理處的經理 負責管理剛死的人 而你死了 但我剛剛發現我的腦殘緣 功難在管理人類壽命時 不小心把你跟原本今天要病死的病死女 搞反了才害你死早了 但我們可以修正這個狀況 讓你復活 可是修正的原理很複雜啊 也不重要 所以古什麼阿莫德蘭的解釋 你只要知道 你先回人間扮演病死女一段時間 你只要自己記得 不要做出不符合病死女身份的事 避免被人類當成神經病抓去關就行了 扮演完你就可以復活了 於是女主角就坐上了回人間的傳送器 然後經過了 的變化後 她就回到人間 並從一張床上醒來 床邊還睡了一個男人 好像是她老公 還好不是你 接著女主角調查發現自己 現在似乎正在扮演病死女啊 這個病死女 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有一個名叫男主角的老公 和一個名叫被打女的女兒 還有一個名叫好黑男的兒子 之後劇情就正式開始了 這是一個家庭主婦日常生活介紹的故事 女主角開始 每天做早餐給家人吃 但家人都愛吃不吃 每天被女兒討錢 不給他錢他還會生氣 每天送兒子去坐校車 沒送好兒子還會不爽 每天被迫跟三姑六婆閒聊 不閒聊還會被說不合群 每天要去超市用有限的錢 想辦法買一堆家用品和食物 每天要去接兒子回家 不準時接還會被兒子罵 每天要煮晚餐給家人吃 再被家人嫌煮得那麼難吃 還不如吃死 每天要陪老公交配 哦沒有這點女主角做不到 每天要被老公嫌說 你他媽就只會亂花我的錢 然後女主角就崩潰的來陽台喝酒 因為她沒想到家庭主婦有夠難當啊 每天重複一樣的工作 做得好沒獎勵 被當應該做不好 狂被罵你活該 重點是不爽還不能跟你一樣 說離職就離職欸 反正後來女主角就郁悶的在客廳 睡著的被男主角抱回房裡 兄兄的放好睡覺 害隔天女主角醒來 有點喜歡男主角了 自己會睡在床上 應該不是魔法 而是有王子對我公主抱 一定是這樣 接著女主角盛裝打扮 來餐廳陪男主角 參加公司聚會 害男主角看得好心動 好像馬上回家交配 他都快忘了 老婆曾經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說嘛 偶爾還是要讓另一半 想起你有魅力的一面 讓他知道你的魅力 他才會持續被你吸引啊 好接著男主角公司聚餐開始 而男主角也一直想找機會 告訴老闆說 公司經理一直在偷偷收回扣 但公司經理男一直想辦法打斷男主角 並把他抓出來談判 威脅他閉嘴之類的 還好女主角馬上發揮律師的嘴炮功力 陪男主角一起嗆的經理男 便嘴不殘障的說不出話來乖乖投降 好那你懂得 當兩人一起並肩作戰時 感情就會加深 於是男女主角就感情變深的 一起來吃宵夜 因為飽暖失盈慾 先吃飽後 他們才能回家好激動的要嗨嗨 但正要準備來到嗨嗨的核心階段時 他們就聽到門外傳來 女兒抓狂的聲音 面臨抉擇時 他們總是選擇孩子而放棄偉大的交配耶 好反正男女主角就發現 女兒被打女被人打傷 女主角了解了一下情況後得知 原來是被打女的男朋友 找人想聯手輪奸他 所以他反抗逃走時才受傷 但隔天早上女主角卻接到電話 然後趕來警局 原來是男主角昨晚跑去 揍了被打女的男朋友 又一個智障男 而又一個智障男他媽 又一個智障女 很生氣的找了律師女 說要告男主角打人 還說男女主角根本拿不出 又一個智障男找人想輪兼被打女的證據 這一刻女主角才從律師女身上 看到自己以前的樣子 他以前也是這樣助紂為虐的 一臉急掰樣 但還好女主角原本就是個大律師 最不怕用法律來吵架 所以他就一個人怒嗆對方一波 反正對方就認輸道歉了 事後女主角當然變成家裡的核心人物 大家都好愛他 覺得他好棒棒 男主角跟他女兒都已經出過事了 當然就輪到男主角的兒子 好黑男出事了 所以這天女主角送好黑男去上學時 好黑男就說 媽的好黑啊我看不見了 女主角將他送醫後才得知識很誇張的急性失明 不過動個手術應該就沒事了 隔天女主角要去醫院看好黑男時 死人管理處的經理 我是男就跳出來說 死錯人的狀況已經修復了 我是來接你回去過自己的人生的要走囉 於是依依不捨的女主角就來跟被打女告別 叫他別一直找帥哥 醜男通常才比較善良 不會做壞事 再跟好黑男告別 跟他說怕黑的話 只要別再當單身狗就不怕黑了 再跟男主角告別 叫他想交配的話 就自己打手槍吧 坐著我是男的車 準備回去當原本的自己時 我是男忽然表示 對了其實我是你爸 別聽你媽在那亂說什麼你沒有爸爸 說完他們就又出車禍的被車撞了 這一撞女主角就回到開頭 他走逆向車道被撞死的那一秒 接著女主角被救到醫院醒來後 就急著跑去男主角家 結果發現這邊根本沒有住男主角一家人 住的是別人 來醫院也沒有查到名叫好黑男的眼睛開刀病患 害女主角很震驚 難 難道上面全部的事都只是我車禍 冰死前一秒在做夢嗎 難 難道是我老爸在託夢 叫我不要再詛咒為虐了嗎 難 難道是我想找人交配結婚生子 想很久了嗎 好 最後女主角不再當壞律師 並來祭拜雙王的父母 還順便在飛機上遇到她忘了長相的初戀 剛好長得像男主角的帥哥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明白想要做交男朋友並結婚生子的夢 想要做讓自己金盆洗手的夢 那就先去逆向開車 陷害對象來車司機撞你 就可以囉 可可